其實除了這次發佈會,除了兩款摺劫式手機之外 還有其他產品都發佈了 沒錯,就好像我們手上戴的Galaxy Watch 4和Galaxy Watch 4的Classic版 都是這次發佈會的重點 我想問一問觀眾,其實不知道各位觀眾在近年的情況之下 可能大家對健康也有關注 有幾多觀眾都在使用我們的Smart Watch 其實現在很多觀眾或者很多人都會選用一些智能手錶 其實做回一個健康的監測 在我手上戴的這一款就是Galaxy Watch 4的Galaxy 對,它在物料上用了不鏽鋼的設計 也都用了一個實體的旋轉式雕圈 對,有東西看了 對,你說很簡單就可以去選擇我需要用的一些功能 對,這一代呢,它除了有這一款之外 還有YOLO你手上戴的那一款 沒錯 那這一款就是Watch 4 那來講整個外形方面就比較sporty一點 物料上面用了一個鋁金屬,變了輕身一點 那設計方面,那個旋轉式錶圈就用了一個數碼形式 那變了顏色選擇也比較多 沒錯,那它是不是升一代這個標款 它有沒有什麼很引人入性的功能 其實今代就用了一個全新的Ware OS 變了搭載一個Bioactive的一個傳感器 可以一個晶片做到很多不同的健康監測功能 那在以往的一些心律偵測啊 血氧偵測呢,它都保留了 而去到今代呢,加了一個我都很喜歡的功能 就是一個體肢檢測 哦,體肢檢測,就是那個手臂就已經可以分析到個人體肢嗎? 沒錯啊 哦,很厲害啊,不如我們馬上試一下 其實呢,很簡單,你只需要選那個體肢檢測 輸入一個很簡單的資料 譬如你的性別,身高體重啊,這些基本資料 那跟著呢,我們呢,用兩個手指碰住 碰住這個傳感器,是的 那大概15秒時間呢,它就可以將 你現在現時那個體肢的情況呢,就檢測到出來 咦,Aon啊,好像結果都出來了 是的,說是遲那時快出來了 是的,那就很簡單就可以看到你現在的健康情況 體肢的比例是多少 其實整個操作呢,很短時間 而且整個操作是十分之簡單 已經可以測試到你的體肢 是的,同時說的呢,可能我每晚都要回到家 才可以踩上個體肢榜那裏 去分析自己身體的狀態 但現在說的,其實隨時隨地 你戴著這隻手錶呢,已經可以 可以檢測到你自己的體肢了 是啊,那變了來說呢,可以全天候去檢測 你那個健康狀況 嗯,那平時,Yoyo,我都知道你會出去跑步 嗯,那你戴著個智能手錶 對啊,那會不會都一邊跑步一邊聽過 哦,會啊,不過我最近戴著的耳機就壞了 雖然暫時都密切一些適合我的耳機 Aion,你有沒有好的推介 那今次三星發佈 除了兩款手機加上兩款手錶之外 還發佈了一個新的藍牙耳機 就是GARS Bux2 Bux2現在是三星現時最輕最小的一款真無線藍牙耳機 嗯,那變了呢,其實那個重量呢,非常輕 你可以嘗試打起來 嗯,好啊 那這款耳機呢,其實做了一個雙單元 那變了來說呢,它將那個高音、低音兩個單元分開了 那變了在音質上面再加上這個AKG的調音 那變了你完全不需要擔心 加上有一個主動降噪的功能 那變了來講呢,就可以將外面的噪音呢 盡量減少,讓你沉聚在你那個音樂世界 的而且確啊,帶了上去呢,其實有一點貼意 而且就這樣拿上去呢,是很輕身啦 是的,也都不會有任何的負擔 而且感覺上它的體型呢,真的很小啊 嗯 是的,就算我連上那個盒子 在我們的袋子啊,衣袋褲袋裡面呢 帶上去跑步呢,都不會有任何的負擔 是啊 剛剛一戴上耳呢,已經覺得呢 已經減低了一些環境聲啦 是啊,應該加上你剛剛所說的降噪功能呢 是在聽歌上面的體驗呢,一定是十分之良好啊 是啊,那再加上呢,其實呢 它有一個環境聲的模式啊 那如果你跑步去買咖啡的時間呢 你不需要拿著耳機下來呢 你都可以跟那個服務員去講 你需要買了些什麼 那你只要開一個環境聲的模式呢 就可以了 咦,那對於我們的觀眾來說呢 可能這個都對他們來玩 是帶來十分之便利,很便利的一個體驗啊 可能我們去逛街啊 拿著一代二代的戰利品回家啦 其實不需要脫下耳機 開一個環境的模式呢 就已經可以跟到人對答之餘了 也可以一邊聽自己喜愛的音樂 是啊,你不要看它這麼細合啊 其實它加上充電盒 它可以用到29個小時的 哦,那也很厲害啊 是啊,還加上它是支援無線充電的 嗯 是啊,所以我們今天 其實介紹了兩款手錶啊 又有兩款手錶啊 再加上這個藍牙耳機 我們都介紹了一系列的產品 是個電話 有關的手錶 有關的手錶 有關的手錶